结婚20年孩子也快上初中了 我觉得这位老师应该是 对于家庭会和您当年有不同的感悟 您其实现在您觉得家对您意味着什么呢 谈恋爱的时候啊 总觉得呀 可以和另一半叫浪漫一生 但是真登记搬到一个屋里边住的时候 柴米油盐你就发现 很少有浪漫的时候 而且我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家庭的背景 不同的生活习惯 可以说这两个完全不挨着的人 头几年啊 真的是很多的是磨合 经过这20年的磨合 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 可能不像原来那么浪漫 充满诗情画意 但是已经从恋人的关系 变成亲情的关系 这么一个爱玩的 一个有少女心的一个女孩子 当了妈以后 她也知道对孩子的一种责任 对老人的一种担当 对家庭的一种付出 像我的爸爸妈妈 今年都七十多岁了 像他们老两口 手牵着手 到今天孩子们恩爱爱 互相搀扶着 在一起走的时候 对 这是今年老爸过生日 七十五周岁 就是当我们走到这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一路再一回头一看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 浪漫的事 我听周伟老师说这番话 我特别有感慨 就是喜欢一个人 是喜欢一个人的优点 而爱一个人 才是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 好的婚姻就是能够彼此滋养 觉得您之所以在舞台上 在迎宾前呈现这么多 打动人心的角色和形象 离不开这样一个温馨 稳定 幸福的家庭 是的 今天跟周老师聊了很多 我觉得周老师有两个家 一个是自己的小家 非常温馨 一个就是大家 那个工作了26年的部队 我还有一个老家 就是咱们天津 对了 所以永远不忘 是天津出去的一个小孩 太好了 永远是天津父老乡先的儿子 尽全力 好 再能够创作出 自己还算比较满意的作品 奉献给天津的父老 奉献给我曾经的战友 奉献给广大的观众朋友 好 谢谢周老师